6月14日晚,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大江大河》成为最大赢家 该剧同时展获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改编 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五大奖项 入围本届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类提名作品中 聚焦时代、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现实题材作品成为了绝对主力 其中,热播都市剧都挺好以八项提名实力领跑 高话题度作品《大江大河》则以七项提名紧随其后 镇阳门外小女人也获得了五项提名,竞争相当激烈 当晚,都挺好在表演类奖项方面收获颇风 饰演苏家负责的尼大宏和郭金飞分别夺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尼大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苏大强这一父亲形象与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这个父亲太真实了 他真实,太真实 大部分,90%多的人都说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从这样的机里开始 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 我就没想刻意的去演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琢磨着 我想当一个纪录片去做 我就是在一个纪录片里 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些 有痕迹的表演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这条路我是走成功了 在被记者问及对没有获奖的年轻人有何寄予时 尼大宏以三人行必有我是与同行共勉 刚才我也在台上也说了 其实我还想再重复一下这句话 就是三人行必有我是 演员蒋文丽凭借在正阳门下小女人中的出色演技 掌握了本届白玉兰奖的最佳与主角奖项 徐慧珍这个人物 他其实是一个有跨度的 从大概解放前一直到改革开放 一直到大概有4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 从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 不管是男观众还是女观众 都能看到一些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这也是我觉得导演和编剧 他们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本身的这个魅力 然后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这个运气 能够能够出演这样的角色 此外高满堂里周凭借爱情的边疆 获颁最佳编剧原创 上新的故宫深入人心 同货最佳电视综艺节目 最佳海外电视场短剧 分别颁给了推定有罪和从海底出击 君眠梦时我成长 人间市第二季 分货最佳纪录片 最佳系列纪录片 左阁工作细胞 分货最佳动画和最佳动画剧本 这期讨厌的对目 就听了就说了 这期讨厌的对目